肠癌高发 让人痰癌色变 全球范围内三分钟 一个肠癌的死亡病例发生 肠炎一定会变成肠癌吗 有一种肠道炎症会变癌 肠道菌群如何影响截止肠癌发生呢 你的肚子里有千钧万马在帮你消化东西 预防癌变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一切精彩 今在本期直肠健康课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舒尔嘉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舒尔嘉 减脂减肥 健康到家 我是一南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 想跟大家先做一个猜谜游戏 谜底呢 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 大家随时可以抢答 提示一 它有记忆功能 大脑 不对 第二个提示 它影响着你的情绪和容貌 心脏 不对 第三个提示 它是细菌的集中营 口腔 皮肤 我们口腔里面有很多细菌 有点对 但不对 第四个提示 它影响着你的辨别 肠子 终于猜对了 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呢 就是跟我们的肠道有关 很多人就说了 如果说这个肠炎 长期放任不管的话 它就会变成肠癌 那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出几位专家 为我们来答疑解惑 来 我们请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二医学中心消化科主任医师 王志强 北京协和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景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防癌科主任医师张凯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 结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 来 有请各位医生 欢迎 好 欢迎几位 你好 王志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二医学中心消化科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境学分会 老年内境学组副组长 李景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中国医师协会 消化医师分会副会长 张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防癌科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 健康管理学分会 清委会副主任委员 林国乐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基本外科 结肠专业组主任医师 好 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几位 就是我们平时老说的这个肠癌 它和结肠癌是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其实我们说肠癌是一个很科普的 大家习惯的说法 但其实我们在专业方面来说 叫结肢肠癌 它包括结肠癌 包括直肠癌 发病率来说 就是说每1.5分钟 就有一个人检测出来结肠肠癌 肺癌 乳腺癌 结肢肠癌 在全球前三大癌 在中国也是排名前几位的三大癌 在发展的国家 不发达的国家 它都是很重要的总体 那我看到过一个新闻 说每三分钟就会有一个人死于肠癌 有没有这么夸张 是的 全球范围内 三分钟一个肠癌的死亡病例发生 结肠癌是这样的 就是结肠癌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在不断地在增加 其实我们国家原来并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这几年由于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在不断地增加 从世界范围来看 目前大开结肢肠癌的年发病率的增长 大概是4.2% 而且结肢肠癌给我们中国医疗卫生体系 也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结肢肠癌已成为城市医疗费用支出的第一位 听几位专家这样一说 还真是让人觉得挺害怕的 没想到肠癌是这样高发的一个病 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上 好好地了解一下我们的肠道 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请几位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都有怎么样的结构 在了解我们肠道系统以前 我想问问在座的嘉宾 你们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有一公里吗 一公里 按公里来算了 它有大肠和小肠 它俩加在一起差不多得有十米左右吧 中庸之道吧 五百米 你看成余里有很多跟这个长度有关 肝肠寸断 白转楼肠 转一百圈 刚好五百 那不止五百米了 十米以上二十米以内 其实我们的肠道分大肠和小肠 小肠五到六米 大肠是1.5米 所以加起来就六七米差不多了 为了更直观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肠道好不好 这个就是大肠1米5左右 有那么粗吗 请问 大概七六公分左右吃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 可以装这么粗的肠子吗 可以的 它平时是抽搬着的 它是比的到贬的 所以它像个门框一样 在我们这个肚子里头 你看这个门框 这就是大肠 里头有很多很多小肠 从十二肠开始 到空肠回肠 这个一共是多少呢 我抱出来给大家看一眼 所以我的肚子里 大概有这么多的小肠 小肠真的有这么粗吗 一比一的吗 小肠大概直径四公分左右 我真是没想到 怎么都装这么多东西 是 它们平时在我们的肚子里 没有这么粗对吧 没有这么粗 别的 要收索状态 要不然这肚子里多大呀 是 所以我们90%的营养 靠肠道吸收 我们70%的免疫力来自肠道 它里面还有神经 所以人体的第二大神经器官 所以肠道要被称为是第二大脑 这个肠道它不光是一个吸收的问题 它受我们情绪影响很重 你高兴了 肠道也高兴 你不高兴了 肠道它给你犯脾气 你也会觉得胃不舒服 胃疼 胃胀 所以我们这个保持好的情绪 对肠道功能非常有重要作用 原来这个肠道还有一些小脾气 那这个肠道除了大肠和小肠之外 它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器官呀 那么就小肠而言呢 其实上面有很多很多像绒毛一样的东西 把肠子放到水里面 如果浸泡一下 你会发现那个飘起来的那个 就像海藻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肠道的绒毛 不是这么很光滑的 它的表面是高高低低的 像一种珊瑚一样的东西 这个绒毛来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做消化和吸收的 所有的肠道 你给它剖开以后 你知道表面积是多少 400平米 所以你住的都没有便便大 刚才讲到说 我们这个房子有400平米 大家看那么短的肠子 怎么会有400平米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勾勾绘绘的东西加起来 把它摊平了以后就有400平米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一个免疫的功能 或者我们叫警察的功能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说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会肚子疼 疼了以后会干嘛 去赶快把它拉出来 这是随带起作用的 其实就是我们肠道的粘膜 它识别出来 你吃进去的东西 不管是毒素也好 细菌也好 对我们的人体有害处了 那这个时候 我就要想办法 让它尽快地排出来 不要让它对我们人体 造成更大的损害 那怎么办呢 告诉我们的大脑 让肠子快速地蠕动起来 所以说大家在肚子疼的时候 要拉肚子的时候 你感觉什么 你的肚子在叫 为什么在叫呢 是你的肠子不断地在蠕动 那么这个蠕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水和气之间 就会发出响声 我们叫肠咪音 或者叫气过水音 然后这样就会把这个东西 不断地往前推进 把它排出来 第二个方面 我们有了毒素以后 我们尝到这个粘膜 刚才我们讲了 有很多很多商服转的 这样的东西 它会分泌大量的粘液 粘液干什么的呢 就把这些毒素包裹起来 尽快地也把它排出来 同时呢 大家知道你说 我只吃了一口饭 我怎么拉出来那么大一摊 那大摊是什么呢 那就是有很多你的肠业 包括你原来存在 大肠里的东西 都一块把它拉出来 这样呢 帮助你尽快地把毒素排出去 让你得到一个 良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你坐在这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的肚子里有千钧万马 在帮你消化东西 大面积的肠道里头 生活了几万亿个细菌 把它晾干了 大概1.5公斤 三斤重的微生物 这个微生态 我们李景南主任 特别研究过 就像刚才 国道教授所说的 我们的肠道里头 还有千钧万马 这千钧万马 就是我们的肠道的菌群 国道教授说 重量还有一个种类 其实占到10的 14次方 我们现在说 知道的肠道细菌 肠道里还有真菌 还有病毒 就像我们一个社会似的 有我们人群 还有我们动物 另外呢 还有它的代谢产物 这个细菌 它自己也会产生 很多的一些排泄物 这些代谢产物呢 有的是对我们人体 有意义的 这个短链脂肪酸 能预防结肠癌的发生 这个短链脂肪酸 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 给产生的 所以刚才 志强教授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吃坏的东西 会排泄出来 我们这个肠道菌 它觉得你这个 坏东西进来 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 这个有意义的 这个东西 就作为一个战士 就要把我们的外籍 侵犯的 有害菌 它要给它消灭掉 就是我们肠道 非常重要的生物屏障 这生物屏障 是来帮助我们 抵御一些外来的 一个侵犯 第二问题呢 就是我们肠道 还是人体的最重要的 和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人吃无骨撒凉 所有东西都是 从我们肠道进来吸收 那我们肠道也面临着 很多的外来的 有害的 或过敏的 所以这种肠道的 免疫功能 我们的菌群 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都说 我们肠道细菌 肠道真菌 肠道微生态 是寄生在我们人体内 其实倒过来说 按它的种类 按它的数量 按它的功能 说的夸张点 应该说我们人类 寄生在这细菌里面 所以你知道吗 肠道微生态 神奇之处 就比如说特别胖 有些人特别瘦 就是因为肠道菌群不一样 如果把一些瘦子的便便 做成胶囊 吃到胖子里头去 甚至可以减肥 不要吧 不要吧 这个是可以信的 我们现在医学上 叫肤菌移植 我们通过健康人的 一个肠道的 微生态的一个移植以后 确实是对于 很多很重的疾病 我们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我们老中医 在本草肝木上 就有一个黄龙汤 可以治百病 就危重的人 可以吃黄龙汤以后 起死回生 那黄龙汤 其实就是我们健康人的 一个肤菌移植 所以肤菌移植 是我们老祖宗 给你传下来 对吧 所谓黄龙汤 就是大便成绩以后 上面的汤 那我们刚才了解了 原来肠道 还有这么多的器官 那么这些肠道的器官 具体是怎么参与到 我们日常的 这个消化系统的 工作当中的呢 我们再通过一组道具 来了解一下 大家看到的 这个示意图呢 是根据我们正常的人体的情况 把它夸张化了 把它拉开了看 那我手头拿的这个 大家都吃过啊 非常的香甜 首先我们这么一大块呢 我们肯定要用 我们的工具 把它揪下来 对吧 切割 然后呢 割到嘴巴里面去嚼 嚼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经过我们的食道 就下来了 在我们的胃里面呢 有胃蛋白霉 胃酸等等的消化 然后把它变变变 变成一个小的圆团 我们叫食谜 就通过我们的幽门 然后进入我们的小肠 到了小肠里面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各种各样的消化霉 胆汁的成分 一叶的成分 一蛋白霉的成分 等等把它再消化 不断地消化呢 就把我们这样一个东西呢 从这个大的呢 就分解成小的各个各样的东西 就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呢 在这样的运动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的消化霉 在不断地作用 它们在不断地往前走 走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小肠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绒毛 看起来就这么长一个东西 其实它展开了 它的面积很大 在这样一些绒毛当中呢 就把我们这样的蛋白质 分解成了氨基酸 我们的糖呢 就分别成了葡萄糖 等等这些系列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脂肪 脂肪酸等等 那么通过这样就吸收了 小肠实际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吸收的脏器 吸收了以后呢 经过我们的血液 就到达我们的肝脏 通过一个初步的处理 代谢 比如说这样的 然后就送到我们的全身 供给我们的能量 包括我们的大脑等等 所有的东西 在这样的小肠的过程当中 经过了消化 经过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肠道菌群等等 这些系列的影响以后呢 最后呢 就把它变成了 这样的石迷的团呢 就进入了我们的结肠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重点的部位 到了我们的盲肠 从盲肠的地方呢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不断地在里面呢 有我们肠道菌群的分解消化 分解出一些微量元素啊 包括维生素 有效的成分进一步的吸收 然后不断地补动呢 就把这样的稀乎乎的东西 就把它变干了 水分去哪里了 水分呢 就通过我们的结肠把它吸收 然后进入血液 就循环再回去了 所以说呢 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就下来了 就把它拉出来 大家知道 在这个地方的粪便呢 可能是吸水样的 通过我们的这个肠子 整个的运动呢 到达我们的菊肠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团 我们有的人 如果在这个地方 运动得特别慢 吸收得特别多 这样的大便就成了 一个个的蛋 所以大家说 就便秘的人 拉出来就是羊屎蛋的分便 那么好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这样 一条一条地成型的 有的人运动得 很快吸收得很慢呢 拉出来就是吸汤的 比如说一瘫啊 或者这样的 就要弧状变 等等这样的东西 这呢大概就是 整个我们一个 消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肠道太神奇了 你看 每一部分 配合得有条不紊的 我们就想了 好好的一个肠道 人配合得也挺好的 他怎么就得了肠癌呢 他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病变 林医生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其实得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 但是现在 跟我们的饮食非常有关系 最新的研究表明 就说摄入的肉类 特别是加工肉 红肉 吃多了以后 就容易得节日常癌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跟我们的胆道有关系 刚才产生的胆汁 先存在胆囊里头 你吃的一些油类的东西 多了以后 它胆囊就收缩 把胆汁排进去 帮助消化 所以如果你吃的肉类 特别是高脂肪 高蛋白的饮食 多了以后 我们这些胆汁分泌就增加 排到肠道里的东西就多 排进去的是 初级的胆汁酸 刚才说了 我们肠道内有什么 有好多的细菌 所以特别是一些艳阳菌 再加上一些蛋白质相互作用 初级胆汁酸就会变成 脱氧胆酸和死胆酸 这两种东西 其实就是出癌物 所以时间作用长了以后 就可能让我们的 节肢肠黏膜 发生一些癌变 最终得节肢肠癌 张老师手里拿着 这个红色的 我们姑且代表是红肉 红肉泥 胆汁就是这种绿色的 红肉从这个消化道进去 而我这个胆汁酸 就会从这个地方进去 来 我们看一下 然后相互作用以后 就容易产生一些 脱氧胆酸和死胆酸 这两种东西 就是一个出癌物 长期作用 对我们的肠道黏膜 特别是节肢肠黏膜 就会有可能发生癌变 最终得节肢肠癌 那咱还吃红肉吗 别吃了 脱离剂量 讲毒性都不是不合理的 红肉其实也很重要 里头有一些铁啊 蛋白质啊 所以一定要适量地吃 而不能天天吃 也不能炖炖吃 也不能老吃一些加工肉 我请教一个啊 好不容易奋斗的 我们都能吃上肉了 现在您有说 吃肉不好了 反正容易得癌 要适度 这个度 要跟我们讲讲这个智慧 就是说这个红肉的量 一天不要超过多长呢 泼盖排那么大一块 那大概有多少 一两到二两 二百克 我们都吃白色的肉 是吗 白肉有好处 白肉优质蛋白比较多一点 对 鱼肉啊 鸡肉啊 鸭肉啊 这种 而且蔬菜要吃到五百克 其实我们说 这个我们吃的是红肉啊 它是特别容易造成 我们肠道里头 那些有害菌生长 所以有害菌喜欢吃肉 我们的益生菌 我们肠道对我们健康有益的 这些细菌呢 它喜欢吃素 很多的膳食纤维 包括芹菜酒 它会给我们的益生菌 提供能量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会使我们的肠道的 我们的保护因素的 益生菌增加 好吧 那以后我们少给那些 坏的菌 肉啊 少给它们吃好吃的 对 我们多吃点菜 我们给我们的好的益生菌 给它们吃 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不是你说了算 是那肠道菌菌说了算 好吧 所以这个互相作用 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把那个益生菌养成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 得不得肠癌 跟遗传有一定的相关性 有家族时的人 容易得截肢肠癌 所以说如果家族里面 有这个截肢肠癌的话 就要小心了 在所有肿瘤当中 遗传风险最大的癌症 就是截肢肠癌 对 二位这么一说 我们就了解了 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肠癌的情况了 那有没有什么症状 来预警一下 让我们注意一下 有可能要得肠癌了 得不得肠癌 其实有一种东西特别重要 大家上厕所以后 有几种做法 一种边上厕所边冲水 对不对 觉得太臭了 有一种就上完厕所 看都不看 盖上就冲走 但有一种是 抓完便便以后 回过头来看一下 你觉得哪一种最好 大家对一下号 自己是哪一种 看一下吧 看你们俩长什么样 其实刚才艺南说的非常对 我们一定要观察便便 很重要 回头看一眼 嗨 你好 所以其实便便分为七种 大家知道吗 这样吧 我们通过一组道具形象的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好吧 道具上来了 好可爱的一桌便便 对 来几位专家给我们讲一下 这都是什么情况下 出现的这个类型的便便 我建议您专家讲 知道为什么 大科大夫第一喜欢痞 第二喜欢便 是吧 对对对 我们最喜欢了 因为你放屁的时候 或者你排便了 说明肠道功能恢复了 手术成功了 是 所以听听林老师 讲讲便便 对 首先我给大家说几个 便便的一个常识 你们知道便便 最大的成分是什么 食物残渣 成分 便便最主要的成分 是70%是水分 对 只有20%几是残渣 便便能不能变成五颜六色 肯定的 可以的 我们吃的火龙果不就变成红的了吗 对 便便可以五颜六色 但是便便分七种形态 大家选一下觉得哪种便便最正常 香蕉便 非常对 分别给大家说说这七种便便 第一种便便 羊死分一样 羊分蛋 对 这个就是便秘的 太干了 太干了 这里面没有70%水分了吧 对 这个呢 它是一个香肠状 但是呢 它凹凸不平 很硬 这像麻花边 对 这个呢 也是香肠状 但有一些裂系 不是那种特别的凹凸不平了 这个柔软的香蕉便 最佳便便 对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五种便便呢 就是有一点有边了 一块一块的 不是那么成型的了 这种呢 就是形弧状的 这种呢 就成水分一样的 这三种 有可能是这个便秘 这种是最好 到后面呢 有可能是腹泻 我们什么样的便便 有可能提示是肠癌呢 在中国直肠癌最多 它有两种情况 有可能预示 一个就是大便 形状的改变 刚才提到的这种便便 对不对 你如果莫名其妙的 这便便上面 出现一些凹槽 或者大便便细 就要小心 是不是 还有一种 就是便血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大便 可能有血 这个是不是很常见 当然了便血 最常见的还是痔疮 但是好多老人 便血以后 自以为是痔疮 这就错了 因为很有可能 是有肠癌 那怎么分别呢 还有一点 就是要看 大便习惯的改变 就是说 如果大便 一天一次很规律的 一般都没事 如果真的得了肠癌以后 可能大便次数会增多 本来一天一次的 变成三次 四次 五次六次 解了还想解 变不进感等等 还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症状 腹痛啊 还有一个 比如说消瘦 贫血啊 等等 最重要一个症状 成年人贫血 因为现在没有营养性贫血了 你这个 吃不饱 穿不难 实在过去了 除非你就是天天素食 另外就是月经量比较多 这种失血 很清楚的 剩下的你一个正常的人 尤其男性 你假设啊 他每天出十毫升 你看不见 三十天是多少 三百 你要俩月呢 六百毫升 你肯定会贫血的 对 但是十毫升 你肉眼是看不见的 这是看不见的 混在这里 它叫浅血 我讲个故事啊 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们吃饭 有四个肿瘤科大夫 其中还有一个领导 突然说 我最近贫血了 我要去血液科看一看 四个肿瘤科大夫 同时拍摇而起 差位当道 做肠镜 最后他就是个接肠癌 我们见到很多病人来说 只有一个贫血 做肠镜 就发现个肿瘤 重度贫血呢 大家可能会注意 或者比如说 我血的数就十克左右 建议中老年朋友 见到这不明原因的 轻度贫血 一定要小心 你要八克多 七克多 大家可能要注意了 地点也没有原因 这时候一定来找我们 做个场景看 明白了 千万不要指导血液科 去看贫血 对 张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这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我们讲的 进展期的 节肢肠癌的表现 就是当你发现 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已经就不能大意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要么不是癌 要是癌的话 你就已经不太早了 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真正的 早期的节肢肠癌 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大家一定 不要想着说 我有了症状 再去看医生 那你这个时候去看 能够查出来的 一定都是不早了 有点晚了 那会儿就 对 我们都是搞早诊 早诊的人是 坚决不说症状的 为什么 医师说了症状就晚了 第二 这些症状都不典型 不要等有症状 说再去 肠炎一定会变成肠癌吗 放痞多是肠癌的征兆吗 多吃红薯 能够预防截止肠癌吗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本期 职场健康课 职场健康课 由鲁南制药 舒尔嘉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听几位专家 讲了这么多 我们也搜集了一些传言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传言 变变变 我们今天的传言验证官 还是林国乐医生 欢迎验证官 谢谢 南姐 为了配合我们下面的 传言的讲解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 左小霞主任 有请左主任 你好 又见面了 欢迎您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左小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 主任医师 全国妇联 健康工程教育特聘专家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条传言是什么 好 我搜集到了 第一条传言是 肠炎一定会变成肠癌 这是真的吗 对 这也是今天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好 来看短片 炎症性肠病 已经成为一个 全球性的疾病 可肠胃作为一个消化性器官 他每天负责消化大量的食物 稍有不慎 肠炎就会找上门 而且炎症性肠炎一复发 数以万计的人受到他的困扰 令肠炎患者担忧的还在后面 得了肠炎就一定会得肠癌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不一定吧 可能会吧 我觉得那个癌细胞跟这个炎症 是不是两个事我在想 我觉得他可能有病变的可能 能打他的几率 不一定 可能性更高吧 我觉得 大家的看法各不相同 得了肠炎 一年得两次肠炎 还都六十了 活得好好的 怎么可能得了肠炎就得肠癌 不可能有绝对 肠炎是个治好一个 可能性很大 不发展 再做点肠镜什么的 像我那样 是吧 我觉得没有问题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率 所以这个命题 有点绝对了是吗 有个绝对的 所有的癌症 它一定是有一个 累积的过程的 不是说今天他睡一晚上 第二天 呸都得癌了 那不可能 不断地得炎症 不断地得炎症 不断地伤害这个肠子 肠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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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就癌症了吗 所以我觉得肠炎到最后 一定会变成肠癌 行 那我们请李主任 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这个肠炎 是不是一定会 转化成肠癌 在这里头呢 我们首先要 区分一个概念 什么叫肠炎 不是我一拉肚就肠炎了 我肚一疼 就要肠炎了 所以我们肠炎呢 分为两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 你有炎症的改变 一个呢 你吃尽不好的东西 也可能是污染的东西 可能有病菌 也可能有病毒 甚至也可能吃凉的了 吃一些冰箱拿出来的 它里头没有细菌 那我人体不消化不吸收 这都是一个炎症的改变 在这种反复的炎症刺激 它确确实是增加了 我们肿瘤的风险 会有多少的概率呢 肠癌的发生和炎症 关系不大 但是有一种肠道炎症会变癌 叫溃疡性结肠炎 我们的黏膜 你做肠镜进去以后 都是迷赖 或者有出血 非常重的 而这个病的治疗呢 又不太好治 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 反反复复的 长期的炎症刺激 而这个炎症刺激 确确实会导致 我们的肿瘤的发生风险 明显增加 它的发病率虽然不高 但是最近十年 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 增加十倍以上 所以现在也不算 一个少见病 那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是不是在这个糖炎里面 最重的一种了 溃疡性结肠炎 和我们所说的炎症 是完全不一样的 溃疡结肠炎 是我们一种 特殊类型的结肠炎症 这个疾病呢 它有轻有重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一米五的肠子 它有的就累积 直肠那一点 那种癌变风险很小 几乎没事 但有的是 看你的面积不大 还有的病人呢 治疗一次呢 它好了 那也就没事了 我们就怕它反反复发作 好比我好两天 坏两天 好两天 坏两天 所以这个呢 一个是和治疗的方法 一个和我们的病人 的一种性的有关系 就是得了这个病 那我们说 就像高血压 糖尿病时 你得终生吃药来 那就离不开我们了 对啊 因为刚才您说了 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它有可能会癌变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 会有多少的概率呢 看我们有个数据 如果是在一年之内 几乎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它不会癌变 如果超过五年以上 它的癌变风险是1.4 然后超过十年 是5.几 如果二十年以上的 溃疡性结肠炎 它的癌变风险 能到20% 您是说 有可能二十年 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 都不会好吗 有可能 没错 天哪 这太可怕了 那多痛苦啊 那反应到身体上的话 会是哪些 比较难受的症状呢 其实溃疡结肠炎的 典型症状就是浓血便 就大便里头是红色的 然后里头还有粘液 半有腹痛 大便次数增多 一天十几次的改变 病特别急 好比我今天还好好的 明天大便出来 全是血腹 但是有一点 大家一定要和痔疡鉴别 因为它有的痔疡 它大便次数不多 但是它会伴有一些 大便肝 那血在表面 所以我们很多 肠道的感染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菌力一般来说 会发烧 你有一个不结饮食史 不管怎么样 你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来找我们来看看病 那这个溃疡性肠炎 它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这个病呢 我们说四大因素 第一大因素 先天遗传 遗传性疾病 就是说包括肠癌也好 包括我们的溃疡结肠炎也好 它只是说这种易感的基因会有 不是说百分之百遗传的 第二呢 就是免疫的缺陷 对 溃疡性结肠炎 其实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对 我们打个比方 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 把我们的大肠的黏膜 当成敌人 不停地去攻击它 只要大肠在 我们的免疫细胞 就不停地破坏它 我们自己啊 要一家人 要认识自家人 到最后 我们这免疫系统 觉得我是肠道 这就不是我们自家的 我总觉得它是外来的急诊 我必须把他打垮它 这一打垮 完了 出溃疡了 第三呢 尝到整个微生态的改变 其实我们确确实 现在我们研究发现 在18年的时候发现 就发现什么是 对我们的溃疡性结肠炎 有保护作用啊 小孩的集成虫感染 就是你儿童时候 你感染了集成虫 反而党大了 不容易得溃疡结肠 那我们一想 现在我们现在小孩 我们的小孩 有几个得集成虫了 好 就我们的时候都吃打虫药 对 现在我们的海道 对 我们小的时候 都吃过那个塔糖 对 是吧 那个都吃过 挺好吃的 你别说 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了 为什么精神中感染 少了以后 反正多了多了 因为早期 在小孩的时候 没干没净 吃到没病 你吃点 坏东西进去 有点精神中感染 就让我们机体能知道 这是好的 这是坏的 有坏人气路了 我建立一个 好的防御体系 对于我们的 这种免疫重建 形成个健康的菌群 有好处 科养性结肠炎的 发病率提高 有一种解释 就是现在我们的 环境太干净了 你接触不到 自己这个 就是口分循环 你被切断了 以前的小孩子 买院子跑 那个院子里面 可能什么都有 现在你那个土 你都摸不到 是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那第四呢 就是环境因素 我反复地吃坏东西 它也对它 我们这个机体 有个影响 好比说我们一般人 吃个什么外卖 不干净的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有 前面的易感性 你又有免疫的缺陷 再加上一个环境因素 所以它也是个 综合的一个 对 我还补充一点 还有个精神因素 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一个 叫小鼠避水实验 什么意思呢 就一大盆的水 就一点点小台子 让小鼠放在上面 小鼠马上就会掉下去 它又得上来 这样反复刺激的话 就会诱发出 溃疡性结肠炎的模型 但是你要让它 在安全的地方 它又好了 我觉得古乐教授说的特别对 90年代了 当时我们说这个病 什么时候高发 老师说的 两大高发阶段 第一 二十到三岁 第二个时段 五十岁左右 我们当时就不明白 怎么二十到三十和五十岁 有什么关系 这是情绪因素 为什么二十到三十岁的时候 工作 恋爱 失恋 这是个人生波折 最容易出现 比较迷惑的时候 对 今天找我女朋友 情绪挺好 明天一分手 啪 这样就这样 那到五十岁为什么呢 更年期了 不是 上都老 下午休息了 这孩子老人一病 这孩子又不听话 又没考上学 这也是容易情绪波动的时候 现在认为一个 我们的胃肠道 不光是一个消化线 也是有很大的内分泌线 它是受情致影响的 这个溃疡性肠炎 它是怎么转换成肠癌的 那我们接下来 请张开主任 用一组道具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易南刚才说的一个问题 不是很确切 结肠癌的常见的发生过程 反而不是溃疡性结肠炎 不是最重的溃疡性的结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 现在的癌变过程 它是特殊途径 这是常见途径 那么90%的结肠癌 都是我们这张图显示的 这一步过来的 叫做腺流样的病变 逐渐地变成了癌变 90%以上的结肠癌 都是由腺流性肠吸肉发展而来 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 良性的腺流性吸肉 如果方人不管 腺流性吸肉不断受到粪便 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刺激 就会诱发细胞异常增生 久而久之 一个小腺流就会不断长大 腺流就会发生癌变 随着时间发展 癌变的范围逐渐增大 并向深层浸润 这样最后到了进展期限癌 其实大家能看出来 从这里到这里 虽然写的生存率逐渐下降 这个时间非常长 这里面写了一个10到15年 其实来讲的话 就是大腺流 开始到了这个 我们叫进展期限流 再到癌变 这些过程当中 也需要3到5年以上 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关 暂住 保证你不得癌 那么即使万一到这里了 也是非常早期的 如果粘膜侵犯深度 在一定的基层之内 王主任他们会给你 通过肠镜把这个癌切掉 不用肚子上开口打眼 所以在整个这个阶段 我们的生存率 这是100% 100% 93% 一直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还有70%多 只要你不往下太轻 我们一般的 这个癌症的二级预防 就早期发现 能解决什么问题 发现早了 死亡率降下来 是吧 是降低死亡率的 但像节制肠癌 我通过早期发现 这些东西会怎么 就可以切掉它 会不得 都可以不得是吗 对 癌前阻断 所以我通过早期发现 能干什么呢 能降低发病率 不让你得 没几个肿瘤是这样的 第二呢 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是有确切手段 可以发现的 我们手段还挺多 时间充分 手段确切 这个癌 就是纯粹的可防可治 另外这个地方 我想补充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大家去做肠镜 发现了一个吸肉 然后大夫也把它拿掉了 然后你说 我做完这个肠镜了 我就五年以后再做了 这样对吗 这个不对 我们的肠子 有一米多长 如果大家看过 猪的大肠 大家知道 里头有很多很多的 汪汪绕绕 其实我们很有名的代步 我们也不敢保证 我们这次肠镜 能把所有这样的小线瘤 都把它发现出来 也就是说 一定是有一定的漏疹率 因此在你发现了 有一次这样的吸肉的情况下 你明年一定还要再做一次 第一次发现的 就说明你有长这个吸肉的基础 第二次呢 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把它漏掉 我们第二年再把它找出来 如果我们第二年也没有找到 甚至于我们再不放心 第三年我们也没有找到 那OK我们就可以等五年 甚至于可以再长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 我找到一次 我就不再找了 这是不对的 好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的第一条传言 真的是几位专家 给我们是掰开了揉碎了 讲得特别特别的细了 谢谢几位了 那我们接下来 进入第二条传言吧 我收集到的第二条传言 就是说 听说放屁多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的 排气多 是肠癌的一个征兆 这个是真的吗 先来看短片 有那么一种职业 高薪资 高福利 不需要废体力 只需要用到鼻子 那就是文匹师 他们可以通过文匹 来判断患者身体状况 甚至还能闻出 其是否患有肠癌 有人就提出疑问了 仅凭文匹 就能判断人是否生病 连可怕的癌症 都能闻出来 那是因为P和人体消化功能强弱 有密切的关系 判断依据 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种 恶臭味的P 这可能是提示 患者肠道内有细菌感染 肠粘膜 正在受到细菌毒素的破坏 身体要出现消化不良 肠炎等情况 第二种 一天放P次数超过20次以上 这是患者肠胃功能受损 消化不良时 肠道细菌发酵快 容易产生过多气体 而增加排P 而第三种 更加吓人 是放P次数多 且味道呈腥臭味 这很可能代表 患者的肠道 存在恶性肿瘤 一定及时就医 这项结果 令我们十分惊讶 仅仅放多了臭P 真的会得肠癌吗 大家怎么看 四位说不是 放P多不是肠癌的前兆 两位说是 我去看病人的时候 的确就觉得 临床的好像那个 放P量有点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P是人能控制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只要吃豆子吃多了 他第二天一定不不不 这个都是这样的 这很正常 我这个人他就好吃豆子 那他每天他都放P多 那能说他就是肠 癌的这样的一个前兆吗 你这个朋友 不是这个肠癌前兆 他就是有点任性而已 P乃天性 管天管地 管不了 叉叉放P 我认为它是消化不良的表示 跟癌症 没有直接的关联 好 那我问各位嘉宾一个问题 每天大概放多少个P 是比较正常的 这个是个关键 这都真没数 谁数个玩意儿了 是论个人吧 你已经放三次了 P是论个还是论串呢 大家好 还真没数过 还真有科学家数过 是吧 有人研究表明 大概放十个P左右是正常 关于这个第二条传言 放P多 它到底是不是肠癌的前兆 我们还是请王主任 给我们讲一下吧 我同意跟它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也没有数过 到底要放多少 没有正常 因此我想大家 也没有必要 刻意去数它 为什么人要放P呢 刚才我们嘉宾说到 跟食物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 有这样的经验 另外还有呢 和我们的情绪紧张 也有关系 有的时候 我们紧张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 把我们的空气 吞到胃里去 所以你会觉得肚子胀 然后再往下排 再把它排出去 这是一个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 菌群的生长 那么它产生了一些 过度的气体 那么这样呢 也得把它放出来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放P呢 大概不外乎 有几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样大家不用去管它 第二个事情呢 其实你知道 就是老想老想 很尴尬 那当然你得想办法 把它减少 还有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P的味道 实在不好 这个就很麻烦了 其实来讲 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 我觉得是不好 味道那个P需要管的 至于说这个东西 和我们的肠岸 有没有关系 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必然的 而且跟这个 放P的这个数量的多少 也没有太大关系 也应该没有关系 我不介意大家 看完节目去数 那个 让我们太多的经历 那李主任 跟我们讲讲 跟肠道菌群 跟放P有什么关系 肠道气 其实在我们菌群里头 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肠道菌群里头 它有的就是 专门把一些食物削减 让它不要产气 大家刚刚说的 吃豆制品 吃萝卜 容易产气 容易放P多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有人就是特别敏感 有人就不敏感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我们肠道里头 分解这些豆制品的 这种菌类不一样 如果你少 那你可能排气多 如果你足够丰富 你可能排气有什么 排气多呢 其实我们在某些方面 就觉得你肠道的菌群 可能有点失衡 在这时候 你可能要加一点 调节菌群的药 可以喝点酸奶 那也有个关系 可以减少我们 这个肠道产气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刚才 志祥教授所说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P的味道 一定要注意 这个味道 虽然和肠癌没关系 可能会反映 你的消化功能不好 就是你吸收不好 就像我们那个东西 你在肠道不吸收 你发酵以后 那个味道很重的 说怎么办 第一个少吃 别过多地吃了 很多蛋白的东西 第二呢 你可以用一些 帮助消化的 吃点消化酶 帮助它分解 帮助它 所以作为外科大夫 我要提醒大家 在普通外科 有一句话叫 一P值千斤 那就是说 你做完手术以后 我们会追着病人问 你排气了吗 他排气了 我比什么都高兴 这就说明消化道通了 另外一个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P其实大部分 都不是肠道产生的 你知道吗 好多部分是吞咽下去 所以你吃饭的时候 一定不能大声地讲话 跟人聊天 这就容易产生品 这个食不炎 是这么回事 对 好吧 我看得出来 林医生对这个排气 比较感兴趣 所以他就搜集来了 这第二条传言 但是我们经过专家的验证 第二条传言 没有什么道理 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好 那么进入第三条传言 好 我在网上搜集到的 第三条传言 就是说 听说多吃这个红薯 能够预防节制上癌 红薯这种东西又香又甜 而且烤红薯 大家都特别喜欢 这种东西 听说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润肠通便 真的是不是可以预防肠癌呢 红薯确实是个好东西 那是能不能预防肠癌呢 先来看短片 平民食材红薯 一直是抗癌榜上 名列前茅的食材 其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肠道蠕动 防止粘膜病变 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应该是吧 我听说是可以预防 那个成维肠癌 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作用 因为听说红薯 是对人体是不错的 有膳食纤维嘛 然后促进肠胃的消化 然后蠕动之类 应该可以预防吧 反正我是很经常吃红薯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就是通便 其他功效就不会 究竟吃红薯 可以预防节制肠癌吗 觉得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还是两个方阵 三个认为对 三位认为错 来 给出你们的解释 红薯怎么能抗癌呢 抗癌 医学家要他们干嘛呀 今天苦口婆心 那么多道具 你上两根红薯完了 你先分析红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红薯是个好东西 因为现在吃细凉太多 改善我们的膳食结构 多吃点粗粮 倒有助于辨别 但是你要说真能起到 像张老师那么神奇的功效 太为患者着想 其实有很多食物 它都是具有 预防癌症的功效的 预防癌症并不代表着说 吃了它你就肯定不得 以及吃了它 你就能把它癌症治好 不是 所以石老师 您是误解了这个题面 好吧 那关于这条传言 嘉宾是针锋相对 那到底这个传言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上一组道具 我们请专家 给我们好好地讲一讲 好不好 那我觉得首先 我们的观念要转变 没有哪一种食物 就可以预防哪一种疾病的 这是不可能 有点片面 对 有点片面 红薯的它确实有 很多有益的成分 比方说它里边 对我们预防 就是肠炎肠癌 比较有益的一个营养素 叫散失纤维 散失纤维被称为 肠道的清洁副 它促进肠蠕动 促进这个大便的排泄 因为大便嘛 我们代谢的肺物 那有毒有害的物质 根肠壁长期接触 那轻了是炎症 如果老是这样的话 确实有可能发展成癌 变得可能 预防肿瘤 我多吃一点这些薯类 不光是说红薯 你可能有山药 芋头 还有土豆这些薯类 比较就是丰富 散失纤维的食材 都是有益处的 但是我觉得 不能说以这一点 就一下就能预防一些什么病 这个说得太 不太确切 王主任您有什么观点 我非常同意 左老师的意见 它就是一个 增加我们 更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或者帮助我们 更好地建立肠道的 一个内环境的 一个方法之一 但是绝对不是说 它一定能预防这个疾病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 我认为红薯这个东西 是好东西 但是一定要因人而异 不是所有的人 吃得都好的 首先有的人吃了以后 反酸很厉害 那你就不需要吃了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东西虽然是好东西 也不是大家要天天吃 顿顿吃 或者要吃得很多 任何这种营养的不均衡 都会导致我们 其他疾病的产生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 一个东西好 就照着这个东西去 别的东西都不吃 一定要强调 一种均衡的营养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桌上摆了很多的食物 我们也请左主任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样的食物 对保护我们的肠道 是有好处的 让我们大家平时 也多摄入一些 肠道菌群在我们体内 那它分什么呢 有益菌 然后有一些中性菌 还有一些有害菌 一般来讲 如果是好菌 你还吃东西 他不喜欢吃 比方说一些散石纤维 还有些低聚糖 那我们很多是不好消化 你也不吸收 但是他用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 我们喜欢吃的 比方说高油脂 高蛋白 高脂肪的这些食物的话 你喜欢吃 那肠道的坏菌 也喜欢吃 所以说这种脂类 糖类这种东西 不是说你不能吃 还有包括高蛋白的东西 如果你吃的过多 那么你的坏菌 它也会在 吃这个东西 在生长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 它是主要是细胞构成的 但是今天也可能说 细胞只有10的13次方格 而人的细菌呢 是10的14次方格 比方说 王主任这么帅 一过来一看 王主任 我们说 他90% 他都是细菌构成的 只有10%呢 如果是人 临床一眼 这样一句话叫什么 养好一个人 先要养好菌 那么让你体内的好菌 长起来 你自身的肠道菌群的话 才能维持一个 良好的环境 其实围观世界 跟人的宏观世界 是一样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好人多呢 我们这个社会 就比较安稳和谐 如果坏人多 那这个环境就乱了 是吧 对啊 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吃什么 是我们体内好菌 比较喜欢的食物 那说这个肠 它不光是说 有一些很多的油脂脂肪 然后有一定的蛋白 它的糖啊 盐啊 这些调味剂 还有一些防腐剂 会比较多 我们把它放在前面 反面教材啊 这种是什么呢 高糖的 它里面很多的油脂 也会比较大 还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对 那这个也是反面教材 腊肉 腊肉 因为我是四川人 然后我们四川 是经常吃腊肉的 我们北方人 现在也开始喜欢了 是吗 这个腊肉呢 是这样的 如果你吃的过多 确实低 脂肪高 蛋白高 然后油脂大 还有一个是 因为烟熏的 本来就是容易 有压硝酸盐 对 这个比较多 这是第三类 再一个就是 我们的肉类了 红肉 所有的红肉 少吃一点 每天的红肉是多少呢 包括猪牛羊肉 还有鸡鸭鹅 这些肉类的话 每天是40到75克 如果您记不住的话 一巴掌 然后你说 是不是每天都要去算呢 不用 但是呢 我今天如果吃的少 我隔两天 我可以稍微吃多一点 大概有一周 有个大概的平衡 还是对大家 有参考帮助的 还有一点 这个奶呀 里边呢 有很多的蛋白 有钙 是吧 它呢 我们一般推荐 每天300克 就是相当于一大 最多我们不建议 超过什么呢 500毫升 因为我们中国人 这种体质的话 喝牛奶喝的过多 现在发现 跟你的节脂肠癌 跟你的胰腺盐 跟乳腺盐 也有一定的相关 但是如果您不吃的话 可能缺钙 缺蛋白 所以一定是适量 这几类 相对于来说 植物性的 它第一 富含膳食纤维 第二呢 植物里边 还有很多植物化学成分 比方说 燕绿素 比方说一些胡萝卜素 这些都有非常好的 一个抗激氧化的功能 大蒜里的大蒜素 天然抗生素 有一定的杀菌功能 那这个菌里边的菌多糖 提高免疫力 而也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除了这个呢 其实还有些豆制品 包括大豆 杂豆类 又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植物固存等等 对我们身体 其实都非常好的 其实饮食讲究的是一个均衡 我们今天讲 节食肠癌 不能说你什么吃什么就好 吃什么就不好 还是要在一个大的均衡上 在饮食上 会有个结构的调整 说到最后 那关于这个枣筛 请专家们讲一下 都有什么方法 来我们上一组道具 关于这个肠癌的枣筛 有一个叫做一子肠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肛门直检 有提前来说 让你做肛子 你做吗 做 唐姐你是不是不做 对 不单单是我 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关男闻型的 而且也觉得 有什么用啊 就不做了 做肛门直检 确实是一个比较隐晦的地方 要做好解释工作 但这个肛门直检 真的特别重要 我给大家讲两个数据 也就是说第一个数据 中国人得的直肠癌 75%通过这种手指 就能摸到 我的手指 大概7公分多一点 直肠下段 中下段 7到10公分 你使劲摸 一段都能摸到 而这个直检呢 只花十来块钱 如果摸到东西了 那你再进一步 做肠镜确诊 就好得多了 有80%的被误诊的直肠癌 就是因为没有做过肛门直检 每年体检的时候 不要放弃这项检查 做一下这个直检 如果说指套上没有染血 也没摸到肿物 这其实是排除了 大部分的直肠癌 所以从这个早筛的角度来讲的话 还是要做一下 对 其实要诊断这个肠癌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肠镜 对了 对 其实最终的诊断是靠肠镜 但是还有一些 好多其他的检查方法 比如说看大便 到底有没有血 可以肠癌在大便前血 这个比自诊要确切一些 其实确切到什么程度呢 高敏度的定量的 大便前血检测 它的阴性预测值是99.8% 就是说我只要是阴性的 基本得肠癌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0.2% 就当然你把它敏感性 提到很高的时候 它几乎就可以代替 一部分的阴性场景了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说这么多 是因为在医疗机构 取便率只有20% 就是他交了这个大便的钱 来体检 到时候他解不出来 那么让他从家里拿 说张主任我听你的 我都取了 解完以后我取了 又要带到医疗机构 往公文包装那一下 他也扔掉了 增加区便率 我们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在家里取 可以长文保存 很长时间的免疫法 我们有的是 第二你可以邮寄 长文保存7天 我们取两管邮寄过来 其实现在有提供服务的 但是质量控制很重要 这个大便 如果这里面有浅血的话 肉眼看不见 它是在表面上的浅血 携带的比较多 还是它在内部 内部 四老师 应该是表面 大便表面的阳性率 是远远高于内部的 既然大便表面的都多 那么你取便的 第一指控的原则是什么 大便不能沾水 不能沾水 不能沾水 重要的事情是出三便 现在都是抽水马桶 如果想让大便不沾水 你怎么办 我们需要有神器 带神器了 对 一定要提供一些东西 彩辫子 其实这个做得高级一点 这个彩辫子可以画掉了 其实拿个豹子也行 马桶上这两边有胶条 一沾就OK 这样的话它才能不沾水 明白了 实际只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个彩辫也不是特别难的事 所以记住 一个小小大便前写 还是挺讲究的 那么我们取便 这就是各种取便的器材 大家记住在表面取便 你可以画个S 在表面上 差点两段 你可以画个Y 在表面上哼哼两段 OK 基本就 怎么都行 取了 比完以后 取一点都行了是吧 一定要把它拧死 它很好使 其实这个情况 也不是一个唯一的 换句话说 当你的大便前血检查 是阴性的时候 你也不要觉得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不是我们所有的 腺瘤 或者我们所有的结肠癌 都会有出血的 因此来讲 我们说一次大便的检查 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 在它的判断方面 需要一个综合性的 也就是说 大家不要想说 我今天肚子不舒服了 我的大便前血是阴性的 我就觉得 我就高枕无忧了 可是明天 如果这个肚子不舒服 还存在呢 那你想的 可能我还要再去 再查一遍 好 还有其他的 早晒方法吗 早晒最好的办法 还是要请示 这两位消化妮克的专家 如果能做长镜 当然是最好的 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也希望 通过张凯教授 我们的大便 然后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方法 你把高危人群 给我筛出来 对 如果每人都来做 我估计和志强教授 我们也做不着 拍节目了 咱就回去做长镜去吧 所以 那李主任告诉我们 一下什么 我一会揭秘李主任 这个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我们怎么好 怎么定 这个问题 你想想很简单 多少年龄 四男四女 有没有糖尿病 糖尿病也是有关系的 BMI的情况 有没有家族史 是否吸烟 吸烟和节肢肠癌 是有关系的 最简单的算法 一条一分 是一分 不是零分 三分以上 就可以去做节肢肠镜了 这个评分 我们是针对 没有任何症状 低微的人群 我们建议呢 还要再采用 刚才张凯教授所说的 插个大便 两分以下 还是要再采个大便 再插个大便 双保险 如果你大便 也是阴性的 那OK了 没问题 比较踏实 但是如果你 虽然这个评分是阴性 但是你的大便是阳性 那也得做 也得做 这个表格非常好 但是我也要补充几点 比如说有慢性便秘的 有慢性腹泻的 一般是只半年左右 还有一些 比如说做过胆蓝手术的 做过蓝尾手术的 还有刚才提到的 有放疗史的 还有比如说 他得过血腥虫病的 这些的 我们有时候也会提醒大家 比如说到了45岁以上 还是最好 要做一次肠镜检查 那么说到最后 想请几位 跟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肠炎 还有肠癌 目前我们在医学上 都有些什么样的 治疗方法 我们目前为止 正规军作战 就这几种武器 第一手术 第二放疗 第三呢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里面呢 有分了几种 传统的化疗 新的就是靶相治疗 还有新的生物免疫治疗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小的分支 我们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但是对于截肢肠癌来讲的话 目前根治性的治疗手段 还只有一种 是手术 所以希望 大家不得癌 截肠癌通过我们的筛查 是我们确确实是可以预防 所以希望大家能重视 我们的筛查的问题 筛查的方法多种多样 大家选择自己合适的办法 最后呢 需要我们强劲的时候 不要忘了它 如果说你真的得了疾病 肯定要去治疗 但是呢 我觉得很多的疾病 是预防大于治疗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科学饮食 饮食均衡 60%以上的生活方式 对预防疾病 都是有好处的 其实我是一个 节肢肠外科医生 我每个星期 做节肢肠癌手术 大概10台左右 我特别不希望 你们烙在我手里 治病不如防病 所以预防大于治疗 这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有没有什么 可以让我们的肠道 让它更健康的方法 比如我们一般 想练肌肉 我们去撸撸铁 或者什么的 这肠子我们怎么练呢 其实肠子 也有个护肠操 大家知道吗 我们请嘉宾上来 对啊 您在这儿 好好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对对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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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其实所谓的腹肠操的 就是揉腹 揉腹其实借助 中医的理论 其实没事的时候 从上往下揉就可以了 睡觉前揉个100下 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往下捋 睡觉前 躺在床上 从背往下捋 如果你睡着了 就睡着了 当然如果你有便秘的话 右下腹是盲肠这地方 小肠 进入盲肠 这些东西 然后顺着这个肠道的方向 揉 揉到左下腹 乙状结肠 直肠这地方按两下 按两下 特别是想快要排便前 这样揉 有了变异 赶快去 所以变异呢 已有了吗 坐三圈优 顺时针 顺时针 从上往下 然后从右往左 这样 到左边按两下 按两下 清澈有效 就这么简单 大家记住了吗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在这个快乐的 互长操终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 健康的肠道 好 在这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职场健康课 再会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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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